那我们看到真心 中国古人也是这样教我们 标准跟佛法了当然有差别 可是也很高啊 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 中国人 从小就接受了这种教育 那我们这种教育 现在丢掉几十年了 将近一百年了 这种事情 我们要知道 在古代 一个人生下来 父母就教啊 父母会教啊 他为什么会教呢 他的父母从小教过他 所以他也要 如法炮制 去教下一代 教什么呢 教歌舞 是 欲 欲望 歌舞就是要对欲望 一定要控制 欲望有啊 人界有志啊 一定要控制他 要阅速他 不能让他扩张 那 那佛法呢 对于欲望是叫你断掉 儒家不是断掉 儒家将控制 有限制 自己能克制 这就是个 智制 欲望要不能克制 智慧不会嫌弃 那你所求得的 我们现在人家 知识 你可以求得知识 你不可能求得智慧 这都要从小教啊 各无知之 落实在哪里 落实在弟子柜 不但各无知之 在弟子柜里面 诚意振兴 也在里面 做人的基础啊 智慧有了 你对人 对四对无 你会有诚信 那就是诚意 没有虚望啊 这个心才得起真了 诚意 你除世待人 借物 那个心 就得起真 那么这是中国传统教导 所以 有智慧 听到人家赞叹你 心里如如如不动 对待人了 谢谢 心里没有觉得 赞叹就是很欢喜了 如果赞叹你 你很欢喜 回报你 你就很怨恨 你不行啊 你是凡夫啊 你在佛法上 没得受用啊 你还是欲弥不久 真正智慧开了 久无了 不一样 跟佛一样 问赞叹 谢谢 不放在心上 问回报呢 也谢谢 也不放在心上 这个心清净的 这才叫真相 所谓是霸风吹不动啊 不会受到外面境界影响的 你这个心才得起真 如果外面 如果外面 这个小小境界洞 你都受影响 我们今天讲啊 先浮其躁啊 你什么都没学到 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 这个真心呢 你也不懂 这才是霸风吹不动啊 就像是霸风吹不动啊 就像是霸风吹不动啊